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复联会被行政院党产会认定国民党支付随组织,并冻结民下所有资产后,屡想动之不必要开销,将未来因归还国家的劳军捐花掉,想到什么就申请什么,造成党产会委员会议变成复联会会计管理部门。 党产会昨27日正式约谈复联会副秘书长吉宇和,要求复联会应改变作业方式,并遵结相关支出。 据了解,近几个月来,复联会印鸣信片,办活动或想捐款都会向党产会请款,无论金额大小,是否为必要支出,接一件一件申请, 但相关资料格式,内容说明长挂遗漏案,涂增党产会业务困扰,讨论案几乎是复联会用钱申请。 官员表示,党产会委员都是法律界,财经领域专业权威人士,台湾大学,政治大学教授,结果开会要浪费时间。 讨讨是否和准复联会印鸣信片等事,压缩讨论正式时间,全体委员便决议授权党产会派代表与复联会高层沟通, 要求调整不恰当作业方式,又鉴于领了优退方案的会计士主任陈汉英已离职, 党产会昨日下午约谈副秘书长吉宇和,他依复联会高层专车接送传统, 乘坐复联会公务车副官署说明,并向抱怨党产会拖延及不合准申请。 党产会则要求复联会准结开支,相关不必要活动开支都需减少, 并告知同意合准复联会要捐救护车给荣民之家的申请。 党产会委员也表示,复联会前主委顾言周云对复联会管钱方式, 就是将复联会的钱当成他家的钱,捐给顾家相关基金会相当大方, 对员工及一般支出非常抠,所以复联会员工向来不敢编列太多钱, 复联会来申请的单据不是大额金钱,但依依见小比零碎的情况, 不符合相关规定,已要求复联会必须改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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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Here ə съw 这 度往 桂 转发 打擏 转发 打赏 转发 ×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的速决明